走啦 等你好 等我好 要小心 等会你来我们就吃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小月呀 今天是大年粗衣 小月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天天开心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数天数到丑筋 睡觉睡到自然醒 然后呢 这一年 就去年嘛 我工作也稳定了 然后我妈妈呢 也叫我 是时候该找个男朋友了 然后问一下我妈妈 就对她的女婿有什么要求 听听我妈的意见吧 妈 你好自己意见呢 对我找男朋友 对 找你年龙虎的老婆 就可以了 我也没收拾好多的要求 我就一点点油车油房 找男的一号 身高达到一米七八就可以了 我妈说了 最基本的要对我好 然后要有积极心和上进心 对不对 对不对 找男的一号 不一定 要发财 不一定要有多发财 两个人只要过得幸福 两个人都可以了 对对对 三观要同 三观要合 然后 所有人都要喝外地人都要喝 哈哈哈哈 你把我妈说最好是要本地的女性 我都知道自己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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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就发贯一下 我爸爸跟我妈 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吧 妈 你跟我哪会儿找人事呢 还不是 你要别人家 减少了 啊 以前不像人的表 在拉丁上 有两个房子还不高了 对 有一个人一个女 在以前我妈跟我讲过 她说我爸爸的当时是非常穷的 而且我爸爸当时也很矮 我妈就看上了我爸爸的美色 因为当时我爸长得很帅 然后就也穷 身高也没有 然后我妈偏偏就看上了我爸爸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缘分让我们成为了一家人 现在我们家也是 妈妈有一个 一儿一女也挺幸福的 所以说爱情这种呢 也是得看缘分 对不对 那以前那会儿是 那会儿来追你了吗 你追了会儿来吗 你追了会儿来吗 今天天气非常好 然后我弟弟 他在外面打篮球 谈起相亲哦 就去年的时候 我们想去的一个阿姨 也是叫我 叫了我很不便 叫我去相亲 我就不太喜欢相亲这种模式嘛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就是自己去去寻找自己的那种 喜欢的类型嘛 我觉得相亲这种 都有点太孤伴了 就自己能遇到自己喜欢的话 就去追求就行了 就看以后 谁是我的第一半咯 可能后面我妈会叫我相亲 但是我可能不太愿意相亲 就看后面能不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了 对不对 如果年纪大了可以去试一下相亲 遇到何似的就炸了吧 对不对 但是也不能将就 不能将就 我觉得年轻人不能将就 一定要遇到自己适合的人才结婚 我也还年轻嘛 就有时间去去去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 就不太着急 不太不太着急的结婚 刚 妈你也不着急 我结婚三 二十四五 二十五 早的了 早的了 不要慌嘛 遇到何死了 三妈差不多了 看我妈又开始要催婚的感觉了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这个年龄 早不早急呀 我觉得一点都不着急 对不对 慢慢来嘛 那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儿都有了 我儿都有了 我妈就是二十三岁生的我 我现在二十三岁了 还没结婚 最终要看缘分对不对嘛 你也小心又走了火死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后期我们再聊这个事情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哟 拜拜